在纸牌模式中水和油是只把黑红交错的纸牌分开的模术效果 这可以说是每个模术师必备的纸牌模术流程 今天这个视频我将一次性教三个简单实用的油水流程 只要跟着我做妥妥一遍过 在影片开始之前不要忘记了订阅本频道 另外本频道已开通会员机制 点击视频简介的链接 学习更多天天私藏精品高端模术手法流程 准备三张黑色的牌和三张红色的牌 在两叠牌并龙的时候左手的拇指按住右边最左边的这张黑桃三 然后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托住左边这一叠牌最右边的这张红星三 在两只手分开的同时 悄悄用两个手指把中间两张牌的位置交换 同时两只手翻转把两叠牌放到两个不同的位置 接下来呢左手先把牌放到中间 右手再把牌放到这张牌上面 接下来第三张和第四张都是可以展示的 第五张不能展示 最后一张牌也可以展示 告诉观众黑红交错 但其实呢黑红已经分开 完成魔术 来看一次演示效果 这个动作的重点在于用手腕翻转的大动作 掩盖手指换牌的小动作 准备四张黑色的牌和四张红色的牌 注意左手牌叠的第一张和第三张的点数要一样 再把两叠牌并拢的同时 左手的小指在两张牌的上面保持住一个间隔 也就是间隔下面是两张牌 间隔上面是六张牌 右手把间隔以上的六张牌全部拿起来 把剩下的两张牌翻过来 再把手里的六张牌翻过去 接下来把上面的四张牌拿起来 把剩下的四张牌放在右手四张牌的中间交错放在一起 在最后两张牌是可以展示的 在最后两张牌是可以展示的 那其实这个时候黑红已经分开展示给观众完成魔术 来看一次演示效果 这个流程的重点在于整个过程中要匀速进行 不需要有刻意的加速 准备三张红色的牌和两张黑色的牌 把其中两张红色的牌并在一起当成一张牌 告诉观众左手是两张红色的牌 右手是两张黑色的牌 然后正面朝上把四张牌黑红交错放在一起 直接把所有的牌全部都反过来 把上面的两张牌翻过来展示两张红色分开 最后把手上所有的牌反过来 把最下面黑色的牌抽出来 展示剩下两张黑色的牌 完成魔术 这个版本的游水优势在于 可以正面朝上非常干净的展示黑红交错 我是天天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